湍急水流从桥下倾泻而出 挺拔的大树就这样直接连根冲走 这个景象仿佛电影明天过后真实上演 这一家人从德州来观光 现在仓皇逃难 许多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居民 无奈看着曾经的家园瞬间被冲毁 谁都没想过这个夏天会迎来几率 只有千分之一的大洪灾 让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佛蒙特州州长也警告情况非常危急 这波降雨还在持续灾后清理是另一场噩梦开始 手上拖把几乎没干过 淤泥好像怎么亲也亲不完 佛蒙特知名商店街老板脸上好无奈 因为店里的东西全都泡水了 还有另一间宠物店的老板 天一亮就赶快冲过来 生怕心爱宠物遇到不测 根据美国机构预估 这一次大洪水从纽约东部到博士顿 以及缅因州到东北部的佛蒙特州 经济损失高达至少30亿美元 不过不止佛蒙特州 接下来还有更多地方超过1300万名美国人 都受到洪水威胁 包括靠中西部的奥克拉河马州 许多车辆泡在水里 强降雨让电线杆倒在路中央 但美国为何会迎来这么极端的天气 专家指出暖化造成水蒸气增加 热空气上升 释放浅热增强对流 就会导致强降雨增加 而且都是趋性的 不过美东泡水之际 另一边则遭逢热浪袭击 气象专家警告 极端气温很可能是在大气层高处的 喷射气流活动异常 导致一波又一波的热浪 热浪洪灾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 不止美国沉重灾区 人类生存的环境面临极大冲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TVBS新闻网站